乌克兰站起来了要攻打俄罗斯 普京直接派上万战车押近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争斗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苏联还没解体的时候他们就是对手 而俄罗斯崛起之后美国也没有放过他 在美国的带领之下 美国的小弟前扑后拥的排着队来针对俄罗斯 这不俄罗斯和乌克兰要打起来了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还要从苏联说起 在苏联还没有解体的时候 他们还是一个国家 乌克兰是苏联的工业重心 很多高精尖武器都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 在苏联解体之后 乌克兰也成功接手了这些军事武器和工厂 凭借着这些军事武器 乌克兰一跃成为了全球军事实力第三的国家 但是美国却害怕乌克兰成为第二个苏联 他们不断的制裁乌克兰 让他们国家的军工业无法正常运作 好好的一个军事强国 被逼成了一个依靠农业为胜的国家 好在乌克兰的土地争气 要不然他们的居民还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呢 一个需要依靠农业才能勉强为胜的国家 对于美国来说是没有办法构成威胁的 但是美国却不打算放过它 还让他们将本国的核武器全部销毁了 虽然美国在当时承诺了乌克兰一系列好条件 但是在他们将核武器全部销毁之后 美国也没有兑现它的承诺 而乌克兰也没有了反击机会 相信看到这的时候 大家都会认为乌克兰会长点记性吧 毕竟美国的做派他们算是见识到了 但是乌克兰却不这么想 就在最近这几天 乌克兰竟然传出了要攻打俄罗斯的消息 并且这个消息还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乌克兰真的要动手了 他们调动了大量军事武器到俄乌边境 并且还派了十万大军来到这里 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好奇吧 无论是国土面积人口基数 还是军事实力都没有办法和俄罗斯比较的乌克兰 这次是要蚂蚁吃大象吗 其实乌克兰也不傻 他这一次之所以会出兵完全是因为他得到了外界的有力支持 乌克兰这一次出兵并不是没有根据和原因的 他的说辞看起来还很有道理 乌克兰想要结束与俄罗斯的边境争端 将克里米亚收回 并且他的背后力量也是非常的雄厚 有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格鲁吉亚等30个国家的支持 美国 英国 加拿大不仅是支持他攻打俄罗斯 更为他提供了不少的军事武器 在乌克兰做完这些动作之后 一直都没闲着 他们联合了好几个北约国家 在黑海进行了好几次的军事演习 看得出来这一次的乌克兰是认真了 他们不仅想要在陆地上和俄罗斯开战 还想从水源上下手 切断克里米亚的水源 除此之外 乌克兰还从土耳其进口了48架无人机 可能乌克兰也明白 自己要是和俄罗斯打持久战 说不定自己会被俄罗斯吞了 所以他们打算打短战 除了加强自己本国的军事实力之外 乌克兰这一次还请了外援 乌克兰的防长来到日本和他们进行了友好洽谈 而洽谈的目的就是邀请日本来帮助攻打俄罗斯 日本对付俄罗斯可谓是非常有经验的 在俄罗斯受到重创的时候 他们就成功地从俄罗斯手上抢回了北方四岛 虽然乌克兰的防长没有去美国 但是美国却主动地站出来为乌克兰提供支持 他们表示将会在核武器上为乌克兰提供支持 别看乌克兰叫得欢 俄罗斯也没闲着 在乌克兰有动作之后 俄罗斯直接派了25万大军来到边境 随之而来的还有上万辆战车 俄罗斯守护克里米亚的信心还是非常足的 他们表示绝对不会让出这片土地 要是乌克兰真的要和自己打仗 他们也是有可能将核武器拿出来 除此之外 俄罗斯也要举行军演 让乌克兰等国家看看自己的实力 除了针对乌克兰的行动之外 俄罗斯也明确地警告了 还没有加入战争 却在乌克兰后方蹦得欢的英国 在普京回应之后 乌克兰的气焰明显小了很多 现在乌克兰的十万大军是打也不是 不打还丢人的状态 军事强国的名号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大家都清楚要是真的打起来 现在的乌克兰是真的没有办法和俄罗斯对抗 而乌克兰到底是会选择继续为美国小民挑衅俄罗斯 还是在世界的瞩目下打脸撤退呢 就要看他们自己的选择了 大家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打起来 有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本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却做博弈 欢迎大家到评论区 为小编点赞留言